南京城剛剛解放20多天 社會秩序還在恢復中 暗藏的特務騷擾破壞 國民黨飛機不時過來轟炸 一些人和張震業一樣 沒能到達最後的目的地 我應該跟你爸爸 應該是一個中隊的 一個人 從武安出發以後就到了南京 南京的波蘭 反而我們就住在這個小關這個地方 那天正好天氣很好 天氣很好就正好房價了 像我們家裡這裡那個子班的 應該說人家房價救了我們大多人 在那裏呢 其實我們有機械的 是要知道 中國都是有很難的 但是現在的 就能夠教育 回答 我們好一點 反而現在的 他們要道歉 是要找到 到了蘇州 也就是說1949年5月23號 至6月17號 他們先後來到了蘇州 駐紮在這些兵營裡面 駐紮在兵營 他們在這裡面進行了 50天的診訊 就在長江支隊從武安出發 一路南下的時候 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長驅突進 國民黨軍倉皇奔逃 江南更多地區等待接管 面對迅速變化的局勢 黨中央毛主席審時奪勢 指示第三野戰軍提早入民 爭取於1949年六七兩月內 佔領福州 泉州 漳州 以及其他要點 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 進軍福建的任務 交給了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 毛主席重視這個調查研究 他可能在選幹部的時候 考慮幹部如果在那個地方 有比較豐富的工作經驗 對當地了解得更深入一些 更全面一些 可能開展工作起來 也就更方便一些 葉飛也好 張領城也好 比別人更具備這方面的優勢 這片土地上 革命戰鬥了很長時間 第十兵團因為在解放上海時傷亡較大 急需休整 司令員葉飛提議 部隊入民時間推遲一個月 華動局報告中共中央得到批准 部隊提前入民 需要大批接管幹部隨軍南下 這些幹部的選調 由時任華動局組織部部長的張頂城負責 由於戰爭形勢發展快 此前從華動地區抽調的 一萬五千名幹部大都已經被分配 張頂城手中幾乎沒有幹部可用 在緊急從華動地區抽調 一百多名幹部的同時 他向中央建議讓冷楚率領的 長江支隊去福建 很快 中央批准 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 跟隨第十兵團南下去接管福建 張頂城估計 接管福建需要約八千名幹部 還有一半空缺 這個接管戰爭的時候 是唐正林接管戰爭 一萬多幹部 要接管福建的時候 長江支隊四千多幹部 所以張頂城感到 哎呀 這個幹部太少 怎麼辦 就決定在上海找一部門 南下服務團 1949年6月15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 華東綏軍服務團 及南下服務團在上海成立 張頂城親任團長 近三千名成員 大都是大中學生和知識青年 1949年6月19日 經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福建省委在蘇州成立 張頂城任省委書記 張頂城 葉飛 維國欽 方毅 冷楚等12人為省委委員 確定長江支隊 華東南下幹部組成的南下縱隊和南下服務團 隨第三頁戰軍第十兵團 一起向福建進發 這個星星傳開了 一傳開這個星星就不對了 大家都去買 上街買地圖去了 買幹什麼 就專門看福建的地理位置 氣候 一看福建都山區 山多 交通不變 好多 提澄清了 早 嗚呼 嗚呼 明 一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没有跳下来 到苏州我得了病了 全身扶肿 他那个花东野战军 这个后庭留守处 有个小的医疗所 把我送到那里 我已经全昏迷了 我醒了 醒了以后 他们把孩子抱过来 给我看 他也没有死 我也没有死 那医生护士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我大人是说 他说我是南下小干部 张震业和战友们 在苏州整讯50多天后 再次踏上了南下征城 这个师傅 你好 听说这个 成岸镇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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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这吧 对 对 19年 国民党的地鸡来着轰炸了 国民党 你听说有这个事吧 听说 这往是在19年的时候 国民党的飞机在这里炸铁楼 户车上的人也死亡 但是伤亡多少我不知道 于对北就是在那儿炸上那个人 不知道在那儿 炸上多少人不知道 1949年7月16日 火车刚驶出不远 突遭敌机来袭 车立即停开 大家纷纷下车躲避 我们同行的前两节车厢中 有两位同志扶伤 一位同志不幸牺牲 这个不幸牺牲的人就是张振业 你父亲和我父亲都是参加支队 从张南县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照片 这个就是张南县出来的 1949年2月12日 他们张南县出发拍的照片 整个路上他们都在一起 按照我父亲说呢 到了杭州那个 杭州嘉兴内带的地方 碰到蒋介石的飞机 来空袭 来空袭 大家要疏散 你父亲和我父亲 就坐在那个铁罐车的门口 他们两个就都挨在一起 就坐在那个门口 蒋介石飞机一扫射 有的人就受伤了 你父亲当时也是其中一个 你不得过得到 不得了 你帮你帮我